喜欢小麦健康笔记的朋友们大家好 最近天气超冷的 所以我们特应版本 特别为大家邀请到的是 新光医院的嘉医科柳鹏区柳医生 要来告诉大家 在天冷的时候 应该要注意哪些地方 刘医师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刘医师我问一下 天气冷的时候很容易产生猝死 原因是什么 最常见造成猝死的原因 可能还是跟我们心血管 跟脑血管的疾病有关系 那因为主要是我们天气一冷的时候 血管会收缩 所以假如说你本身就是 所谓的高风险族群 最常见像说是高龄的族群 65岁以上 或者是你本身有一些三高的病史 那尤其是所谓的控制不良的病史 那再加上你可能过去就有一些 心血管脑血管事件的发生的一个经验 那这种情况之下 本身就是一个高风险族群 当天气一冷的时候 这些血管一收缩 那有的人他可能造成局部的血液循环不良 就可能会造成一些心脏缺氧 急速这种心肌梗塞而猝死的机会 那包括假如说有人他是出现脑干 或出现一个中风 或者是造成一个脑袋的一个出血 或者是血压一上升 有一些人他可能本身有血管流 造成血管流的破裂 那这种情况之下 就有可能会造成忽然猝死的一个机会 所以天冷为什么会容易猝死 其实很多的机会都还是 跟我们的心血管的机会 是最大的关联性 医生你有提到心血管 好像就是温度一降低的时候 你的血压就比较容易升高 另外就是你的血液会变得比较浓稠 这些是不是都是一个危险的警讯 对因为对我们来讲就是说 当天气一冷的时候 血压是会上升的 因为跟我们的血管本身 管径缩小有关系 那血液浓稠的部分来讲 因为如果再长一段时间 因为会跟我们包括在饮食的过程 也会因此而受到调整 我们天气冷的时候 可能喜欢吃一些过物 那这些过程当中 你可能钠离子的部分含量 就会不自主的上升 那这时候我们的血压 也会跟着上升 那假如天气冷 你又在口渴的情况之下 在不想去喝水的过程当中 或者是说你觉得 可能上厕所去厕所的时候 会觉得天气冷而不想起床 这时候你可能水分的摄取 让自己就会下降 那这种情况之下 也会造成我们血液相对的浓度会上升 那当然这时候 就会增加我们一些心血管 跟脑血管的事件发生 好那医生天气冷的时候 不少民众或是长辈朋友就觉得说 那我就窝在家里头好了 但其实是不是根据统计 在家里头 其实有三个地点也很容易发生猝死 这三个地点你可以帮我们讲一下吗 OK对我们来讲 我们常见就是说会容易超人猝死的机会 包括说我们可能在洗澡的前后 就是在浴室的时候 我们可能在脱衣服的环境 那当下可能在环境中还没有一个足够的温度 那这时候温差的一个变化 有的人他心脏可能就承受不了这样子的一个变化 那再来就是室内室外的这个温差的压力 有的人他可能在室内可能毕竟开暖气 或像穿的比较暖 他误判这个外面的温度 那这时候一出去的时候 可能就会造成我们心脏无法去负荷这样子的一个温差变化 那第三个就是我们常见就是在起床的过程当中 当我们在拉开被窝 我们在起床的过程当中 这也是一个温差变化的一个机会 所以我们常常会呼吁一些老人家 就是说在这三个时间点 你可能都要先做好一些相关的暖身的一些运动 那跟包括说我们在穿搭的过程当中 都要有一定的时序的配合 减少这样子我们身体去承受一个相对比较大的一个温差 医生刚刚讲到起床 那你帮我们说一下起床的时候是不是 最好建议可以赖床一下下 然后可以放慢一下速度 对我们一般来讲就是说 如果你本身是高风险族群 其实在起床的时候 你倒不如就在床上先带个五到十分钟 那这五到十分钟可以做什么事呢 包括说我们不急着马上就先开被子 马上就坐起来 第一件事情你可以先在被窝里面戳戳手 让让手心去温暖 那甚至摸一下脸 让你的脸能够感受一下这个温暖的温度 那这时候甚至有一些老人家 我们甚至会鼓励他 先在床上踢踢腿啊 抬抬脚啊做一些运动 让全身的循环稍微开始动起来 那这时候你再开始起床 那起床的时候速度尽量越慢越好 因为第一个是我们有些老人家他可能出现会有一些 所谓姿态性的低血压 包括这时候你可能一起来一头晕 那这时候你就会跌倒的风险 甚至我们会鼓励说你可以在床边可能放一杯 就是保温瓶的温开水 起床的时候稍微含一下温开水 之后再慢慢的再离开你整个的床铺 那甚至旁边放一个放一件衣服 衣服都可以当成一个穿搭 可以让你的这个身体能够在温差的一个变化下 能够更快的去适应 你建议在天气冷的时候 室内温度到底要维持几度是比较适当的 一般来讲我们其实会认为 大部分比较适宜的温度 可能是在20度上下一点点 想要说有的人他当然会觉得可能在 这种23、24度就会觉得稍微比较暖和 可是对于我们假如说你的工作是属于需要 一直走来走去的 那其实20度到25度之间是一个 我们会认为比较适宜的温度 那当然真的会感觉到有冷的感觉 可能常见是在17、8度以下 这时候你可能才会觉得说 一开始有这种温差上的变化 所以对我们来讲 假如说你的工作除非是相对很静态 那这时候你可能可以稍微高一点点 可能抓到24、25度 那如果你的工作是基本上会是走动啊 或者是可能会需要比较大动作 或者是讨论啊讲话的这一种 那可能会是在20到23度会是一个 让人家最舒服的一个温度 医生你是不是不建议 这个民众在天气冷的时候 想要吃很多热食 所以就冬立进补 然后吃很多火锅 这样其实是不是相对也会造成心肌梗塞 或是高血压突然出现 对我们在说冬天的时候 我们所谓的冬立进补 或者说我们会建议说 吃一些热食来暖身子 那基本上对我们来讲 这其实是要看个人体质而选定的 就是说当然相对温度高一点的食物 你去吃的过程 你会觉得让身体整个暖和起来 包括甚至你在使用的这个调味里面 有一些辛香料的调味啦 或者是有一些比较能够让你暖起来 或增加血液循环的这些调味料 那可是这个还是要适度 有一些族群基本上来讲 他第一个是说 像有的人他有胃炎 或胃食道腻的胃溃疡的族群 你喝过多的这些热食 其实会对一步是一个大的刺激 再加上辛香料的刺激 这时候其实是相对来讲 反而会让症状更不舒服 那另外有一些族群假如说他 本身这个高血压控制不好 那或者是说本身这个 血脂血糖的问题 那你在使用这些锅物 或者这些热食的过程当中 会不自主的吃了过多的这些料 那这时候其实都会让你 不管血纳的身高 或者血脂肪的身高 都有可能会造成这些数据 短暂控制不良 那假如你本身又是高风险族群 血管的弹性脆弱度又特别的差 那这时候就有可能会造成 有人吃完了隔几天 就会出现相关的风险的机会 天气一冷很多民众也会想要泡汤 或是泡澡 但是是不是也很容易造成猝死 对所以各位如果去泡汤的时候 其实都会看到他上面的警语 就告诉你说 如果说年纪很大的 或年纪小朋友 或者说你本身是有三高控制不良的 或有心脏病的病史 其实他都会叫你要特别小心 为什么 因为其实泡汤是一个 让你很舒服的一个环境 可是基本上你要想 你到的环境其实是一个 从你本来很低温 到一个相对高温的环境 这个温差其实可以到很大 我们在泡汤之前 其实我们有几个步骤 第一个是你在脱衣的过程当中 其实你的温度 这时候就会下降很多了 因为在外面他不见得 整个里面是一个暖房的环境 即使是暖房 他还是会造成温差 那这时候其实还会有个步骤 就是你入狱之前 他会叫你先淋浴 很多人会省掉这个步骤 其实淋浴这个步骤很重要 其实是让你的身体 慢慢的去适应这样子的温差变化 那不是只是单纯让你去洗净身上而已 所以他让你先淋浴的过程 其实就让你去适应温差 能够先提升到 假如你本来外面的室温 你的体感温度可能差不多十几度 你现在可能拉到二十几度 接近三十度 那这时候你再下去泡澡 泡澡如果是抓在四十度左右的时候 那这时候你可能才会下降这样的温差比 可是假如你没有你直接就跳下去 即使你说我只是先泡脚再慢慢下去 有时候当你即使是逐步的血管 你扩张有点血压就一掉下来 这时候甚至你就躺在这个浴室旁边 所以对我们来讲这样子的温差的变化 还是要去慢慢的去让身体去调试 运动是不是也要特别注意 因为有人说你在天气冷或是寒流来的时候 你运动比不动更糟糕啊 对一般来讲就是说我们在运动的过程 当然有几个重要条件 第一个就是说我们第一个要先看 这个病人是不是有运动的习惯 我们最怕病人就是说 天气冷结果他觉得说 这样天气冷待在家里不行 他去运动暖和暖和身子 这样其实是不对的 尤其你平常没有运动习惯 这时候你忽然冲出去 反而会增加猝死的风险 那第二件事情就是在运动前的暖身动作 是很重要的 很多人只是觉得说 我就跟平常一样 我衣服穿好我就出去了 其实在天气冷的时候 你暖身的时间甚至更要拉长 才能减少在运动的过程当中的运动伤害 那第三个就是你在运动的过程 其实血压跟我们的血管还有心跳 然后他的变动也是会随着改变的 那假如说你无法去承受 这样子的温差变化 那这时候的改变 就有可能会造成一些猝死的风险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有的人说 如果这时候你去运动 反而甚至比不运动还惨 你好好躲在家里 度过再两三天的寒冬 搞不好还没事 你跑出去运动就有可能就是猝死在外面 好医生刚刚有说 虽然在冬天的时候 低温的时候不要过度进步 但是有一派说法是说 我吃一点辛香料 比如说蒜啦姜啦还有辣椒啦 其实可以达到适度的保暖效果 嗯的确就是说 我们刚刚有提到说辛香料这件事情 其实它是一个可以增加 我们血液循环的一个很好的方式 那包括过去的一些医学研究 有告诉我们说 这些东西其实你在吃的过程 也可以增加我们的抵抗力 再有刺激我们的这个免疫系统的部分 是有好处的可以预防感冒 可是对我们来讲的话 当然在使用这些过程 还是要看你本身的一些慢性病 跟本身的体质适不适合 假如说你本身是一个 不适合吃这些太过辛香料的东西 你可以适当的调味 可是可能不至于不要太辣 或者说太过过头 这样反而会得不偿失 好医生那最后一个问题想问一下 哪些部位特别要保暖 因为这些部位只要保暖了 你全身就暖了 嗯好那对我们来讲 其实我会叫民众就是注意几个部位 第一个就是我们的头部 头部一定要记得保暖 因为你头当你一接触到冷空气 或者是温差变化太大的时候 很多人第一个会出现头痛 甚至会出现头晕 那这时候其实就很容易出现 其他的风险出现了 风险事件 那再来就是脖子跟的部分 尤其你脖子当你暖起来的时候 有的人在连带他整个循环 就会变得比较好 打到脑部的这个循环 你会觉得比较好 人你会比较觉得比较清醒 不会觉得整天都昏昏睡 想睡的感觉 那再来就是手脚的部分 当你手脚温暖了 基本上你就觉得身体其实也就暖了 那假如有些族群他是属于这种 可能平常就比较会有一些气喘的问题的 我们甚至会鼓励说 你吸进去的空气是很重要的 当然我们不可能一直处在暖房的状况之下 其实你戴个口罩 让空气能够间接的储存在你的口罩里面 你再吸进去 他就会造成一个你吸进去的温度 不会那么的温差那么大 所以减少让你气管收缩 而造成一些咳嗽啊 或者是气喘的诱发的一个机会 当然现在是极端气候 不是天气太热就是天气好冷 寒流一波接着一波 今天柳医师特别跟我们分享一下 在天冷还有寒流发威的时候 到底有哪些小配搏 还有一些保暖的工作提供给大家 希望大家笔记都能够做好了 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小麦健康笔记 如果你喜欢我们节目的话 记得帮我们多按赞分享 还有多留言 我们下次再会了 拜拜 他是澎湖浮蓬喜莱登酒店推出的 海黄鲍鱼干贝XO酱 小小一瓢可是有大大的学问 里头有很多像是这大干贝 就有很多像是这20多种的胺基酸 其实对于你人体之间是非常有效的 因为它里面有稠蛋白 也是加分在加分